汪汪同学爱帮忙 汪汪同学开心地走在街上 今天回家吃什么 他忽然停了下来 他发现了贴在墙上的悬赏通缉令 悬赏通缉 那不就是有赏的意思 让我来试试 汪汪同学决定找出作案者 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被划烂了 留下了许多洞 悬赏寻找作案者 让我们看看犯人有哪些特征吧 犯人特征一 尖尖的刺 犯人特征二 腿很短 犯人特征三 身体蜷缩成圆形的画 像一颗栗子 很快 汪汪同学就想到了答案 犯人就是 刺猬 因为天气太好了 我在外面睡着懒觉 然后就变这样了 对不起 刺猬坦白后离开了 搞定 下一个通缉犯 是谁呢 汪汪同学打开第二张通缉令 今天早晨 我的干果和零食被洗劫一空 寻找作案者 让我们看看犯人有哪些特征吧 犯人特征一 背部有条纹 犯人特征二 可以把食物保存在嘴里 让脸变得圆圆的 犯人特征三 冬天在地下冬眠 汪汪同学猜到了犯人是谁 犯人就是 松鼠 我肚子太饿了 实在忍不住了 让我去给你找更多好吃的来 很好很好 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张悬赏通缉令里写着什么呢 汪汪同学仔细地看着悬赏通缉 充满了疑惑 自助餐餐厅的食物全被吃光了 寻找作案人员 让我们看看犯人有哪些特征吧 犯人特征一 喜欢吃东西 犯人特征二 开心的话就跳舞唱歌 犯人特征三 总是充满了力量 汪汪同学认真地思考 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这不是我吗 原来这个人正是汪汪同学 我是吃的比较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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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